一把流血冲突纠纷也引起目前在我国进行访问的台湾新云大师的关注 新云大师声称宗教冲突是选人又不立即的事 大师主张各族应该和睦共处相互尊重 新云大师是今天早上在人家龙东禅寺主持人间佛教座谈会时做出开示 新云大师也以五根手指各有长短的小故事 作为借鉴来比喻大马多元种族的社会 并以同中存异一中求同 勉励我国人民互相尊重 团结合作就能促进国家的繁荣 座谈会的尾声也出现了两名不速之客 本地基督教牧师和女高音基督教徒歌手卓如燕 卓如燕更是当场呈现了圣歌 祈以恩典献给新云大师 随后慈容大师也即兴唱起了禅诗 场面仿佛进入基督教圣歌和佛教禅师的交流会 历时一个小时15分钟的座谈会也正式宣告结束 Odm王子斌采访报道 Odm王子斌采访报道